我們剛剛已經做完了胸腔聲音檢查的事件 那我們接下來做下腹S光掃描的事件 那下腹S光掃描的事件基本上就是拿這個探測椅 碰到下腹的時候要出現一個S光掃描的畫面 那這個畫面基本上我們可以利用影片來做到一個模擬的狀況 那相同的我們來用圖音定位來做這功能 然後一樣最好的話還是先把名字改一改 這樣子後續再編輯也會比較方便 檢查一下是否都對應了 因為一個感應區對應一個素材 那基本上這次圖音定位嘛 那圖片跟影片不太同就是說 它影片還會多一個播放影片的部分 而不是單純的顯現而已 那由於因為我剛剛說的 我們的一個事件呢 絕對是利用我們的這個探測棒 探測棒有這個S1是S光機的儀器 有去碰到這感應區的時候就來做嘛 所以我們來調整一下我們的事件 來調整我事件呢 把它改成 用原本的方式 物件裡面的物件相碰 物件相碰來選擇一下 來選右下的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呢 像就是我們的這個 這個破比了 這個也要調一下 那基本上每個事件都是要照這樣子的流程來改 OK 那基本上這樣我們就算是完成了 我們這個破比如果碰到各個感應區 會顯示我們的影片 以及播放影片的動作 那我們來調整一下它應該要的位置 這是右下嘛 所以我們把它放在右下附這邊 好 那這邊我們一樣來調一下它的位置 好 那跟剛剛一樣 跟剛剛我們的這個聽證的一樣 我們既然有播放的 我們相對的也要有停止的 好 所以我們來新增事件 那一樣是利用我們的不被觸碰 那指定我們的 我們先選我們右下感應區不被觸碰的時候 我們就要來執行我們的項目 就是多媒體 然後停止影片的部分 停止影片我們選擇 呃...右下的 然後 再 做一個隱藏的 因為它 因為它 停止的嘛 相對的也要隱藏 那如果它再次被碰到的時候 它就會去做引擎線跟播放 所以離開 我們就必須去做隱藏 那這邊一樣我們可以透過 複製事件的功能 直接比較快的做出來這個效果 好 好 我們來 改一下 實踐 右下 點擊 好 那 基本上 我們藉由這樣子的調整 基本上就 算是完成了我們的 那個 下副S光掃描事件 我們這邊一樣可以先把它做一個分類一下 好 這樣也進來了 好 那再來 因為這個 這個掃描器嘛 它被拿起來 所以我們還是要被 還是要設定 可被拿取 這個參數 好 所以我們來預覽一下 看有沒有符合我們要的要求 那當然它要顯現的位置 你們可以後續再調整一下 我現在是用它原本的位置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做下副S光掃描這段 把這拿起 然後 當我們 觸碰到下副階段的時候 要顯現下副的 然後離開 就 就停止影片 記憶隱藏了 那中間的 相對的 左下的部分 OK 那 基本上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全部的 頭部爆炸 小腿爆炸 胸腔聲音檢查 下副S光掃描 的事件 的事件